大家好,我是CineSport 动影地带的影片人CountDotis 今天又和麦和大家去讲评电影 最近暑假就即将流淋,但是很不幸地好像近来很多戏都没什么入场的意欲 就像这里就不是一些卡通,就是一些所谓续集电影 都好像没什么心机看 所以今次我们讲的新戏就不是太多,只讲一部 另外有个专题,新戏就会讲一部经历片 就是上个星期香港上映的《规探者》 这类型我们一直都挺喜欢看的 其实这部我还没看,但Michael看了,所以稍后就交给他讲 之后就想讲一个专题,就是欧洲情色电影《艾曼楼》系列 其实为什么会讲这个专题呢?就是跟我们之前一条片有些关系 我们之前,如果大家记得,两年前就做过一条香港三级片回顾的片 就讲讲香港那些90年代程式的电影,又或者一些剝削型的电影 那条片就出奇地是很受到大家的欢迎 至今累积了14万个点击率这么厉害 当中有了很多观众的留言 有些朋友就问我们可不可以讲一下一些欧洲的情色电影 尤其是七、八十年代的那些电影 但这类型的电影就非常之多,一次过就很难讲得完 那我们就决定做一个开头,想讲一下这个《艾曼楼》 就是一个70年代情色电影的经典,也可以说是将为后来者的电影就输入了一个榜样 所以就先讲讲这个系列,之后再有机会就讲讲其他 先讲到新片,就是《规探者》 这部电影就是由李切沙亚马兰去炮制的 大家都知道他是荷里活印度裔的英语片大师 但这次就不是他自己做导演,他只是做监制而已 导演就交给伊珊娜李切沙亚马兰 那是谁呢?其实是他的女儿 所以说是这个父女档一起拍戏 就是想起之前早两年,好像是中国那部张艾谋和他的女儿 一起合拍一部电影,这次就是《荷里活父女档》 你看完就知道,Michael 那你觉得这部电影,他的女儿 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个女城副业 就是继承了他父亲他父亲的英语片大师的地位呢? 是的,其实我觉得是都可以做到这个女城副业 因为我最初去戏院看的时候就没有留心 所以我以为还是这个沙亚马兰的电影 因为那个最后名一样 看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他是改编这个 A.M.希恩的一个同名小说 那其实这部电影算是挺巧妙的 就是去结合了奇幻和恐怖的元素 看的时候我觉得是以这个气氛为主 因为有些人可能想着看恐怖片 想着要血淋淋的话 那些观众就会有些失望 那部电影也是分开几部分 那有一些部分我觉得就比较紧臭一点 那当然中间有些聚事 或者讲故事的地方的话 那些节奏就慢一点 那所以我也听到有些人觉得说 就是开头挺好 但是中间就拖慢了 但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整体整部电影 其实他的气氛形做得挺好 那还有就是他那个节奏 就是和他爸爸以前那些电影 都是一个慢慢的铺牌 那一路去推个故事 而去到最后的时候 到一个大的扭桥位 就是一个惊吓位 去让大家突然间访现大悟 那我觉得他基本上都是做到这一点的 那其实可能是阿女的电影 那也都有一些 以女性为主题的Undertone 那也都有讲一些 是说就是 怎样去 就是从这个伤痛里面去走出来 就是和那个女主角 那我觉得整部电影 整体来说我会觉得OK 但是我就是推荐是要去戏院看 那因为这些戏 始終是以戏昏为主 在家里看串流的话 很容易就会觉得悶的时候 就搞别的东西 那就不想看了 好 那由于这部戏呢 就不剧透就没什么好说 所以我也不知道有什么 所以你觉得我这部戏 值不值得我入场去看呢 那如果你是这个沙亚马兰的涌等的话 那我觉得你都应该买张飞入场 就是看一下女继承父业 那样我觉得都是值得一看的 那但是如果你对以前那些戏 觉得他拖得太长 又好像没什么发生的话呢 那我就劝你就不要买飞了 好 那这部《挥探者》呢 那我们就不断说一下 因为这部戏真的比较难平一些 那之后就去说回我们 今个星期的专题 就是这个艾曼柳 那其实我想比较年纪轻的观众 就未必有听过这个系列 那但是稍为有些年知的观众 都应该都比较熟悉 那其实艾曼柳 就是简单来说 这个系列最先起源 就是由一个小说开始 就是一个五六十年代 就是一个泰国裔的 法国的一个女作家 去自己写一个半字转式的故事 那那个年代 亦都是所谓 当时欧洲掀起了一个 妇女的性解放潮 所以都是贴合回当时的潮流 所以是大受欢迎 那这个小说呢 之后就当然会被人改编成影视作品 那七十年代 就是被法国的一些电影人 拍到这个电影版 那就一炮二红了 那就成为开创了这个七十年代 情色电影的潮流 那说这个第一集之前 Michael 我知道你就非常熟悉这个系列 你之前也买了一个box set 那不如让你说一下这个系列的背景先 没有啊 你都基本上都说了 那但是就是我想就是 等大家听众更加了解一下 当时究竟这部电影有多震撼 尤其是在美国上映的时候 那所以就给多少少少背景资料给大家 那正如你说 那这部电影是根据这个艾曼劳 这部阿山的小说改编的 那他这本小说也是挺声名浪迹的 因为一出版之后 就被大高乐政府宣布为任输 所以在法国是被禁的 那但是这本书就讲 这个关于省觉的一些故事 就是讲回作家他写的一些回忆 那所以是挺引人入性的 那所以也都立刻就被人 就是拿来改编做电影了 那另外一件事有少少一个 就是提外话讲讲 那这个作者其实他自己 都本身有份参与一套艾曼劳的电影 就是1976年的永远的艾曼劳 那英文名就不是叫Emma Nail 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是Laurie 那在里面 那这里还是由她丈夫执行的 那但是她的老公就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就不承认这件事 那所以就在这个 那里脱了名了 其实麦曼劳他这套长片 当年是在美国上演的时候 是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第一部X级的电影 那所以这套戏在美国上演的时候 在当年在纽约曼克顿那里 一间很时尚专门播 欧洲电影的 叫The Paris的戏院上演的 那所以因为这套戏 它也是包装在一套艺术片 再加上是一个 挺有声誉的戏院那里上演的 那所以就令到这个 电影和这个咸片 和一般的咸片有了一个分别 因为就是讲 女性性解放的电影 大家都有听过 美国有一套叫做Deep Flow 叫做Sumo 也是类似的题材 但是那一部就是很确实的电影 所以大家看的时候 仍然都是有点禁忌 就是觉得你去看这类电影 就是去看咸片 这样不是很好 但是这一套电影 因为是一套艺术电影 还有在这个艺术电影院那里上演的 再加上迟些 他们也都在这个 就是近郊一些 就是比较中产阶级的社区里面的 影院那里都有上演的 所以就变成可以多很多人去看 那也都没有了那个 就是stigma 就是没有了那个去看咸片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是吸引到多了很多不同的观众去看这部电影 那他们那时候的导演也是一个叫Jazz Jackkin的摄影师 所以拍摄也是非常之唯美 那也都有一个 他们发挥了一个二十岁的丹麦毛特尔 叫Sylvia Crystal 担任这个女主角 而且一签就签了三部电影 最值得一提的话就是第一集 其实是得到这个泰国的白老王子的许可 所以他们其实拿正牌在这个泰国曼谷那里去拍摄这部电影 那在法国一上的时候就立刻爆红了 买了二百万张飞 那在美国的宣传就说 在巴黎七分一的人口也都买了飞去看这部电影 那所以在那时候来说其实也是挺轰动的 是啊我听说这部电影在法国大买了 有些电影还连播十三年 不是十三个星期 不是十三个月 而是十三年那么夸张 那其实刚才你也说得对了 这部电影和我们以前 或者是美国 就是比较去之前那些所谓色情戏 是有些分别的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用情色 而不用色情呢 因为它是情先过色 而不是卖弄色的情 如果大家好像刚才那样说 好像美国那些色情片 就是好像Deep Road 这个深厚 就是差不多年代的电影 但其实是非常之确实 就是电影里面有很大量一些 性器官的特写 就是很硬桥硬马 就是如果你用功夫片来比喻 就是一些很真功夫的电影 但是这一部艾曼柳 就是追求这个违美 就是这个摄影上面的成就 你刚才也说了 那个导演就是本身一个摄影师 一个艺术家 所以他拍了一些床上戏 又或者一些女性的裸露的戏 其实都不是为了 只是纯粹卖弄她的身体 而是有少少追求美感的表达 所以这一类型 欧洲的程式电影 又和美国的色情片有些不同 我自己觉得感觉上 有会和当年70年代 日本的所谓粉红电影 pink movie 有少少相似 不过他们的主题上 当然有些不同 日本那些pink movie 就有所谓政治上的诉求 因为他们当时大家都记得 六、七十年代日本 就是一个非常之社运 河运非常之刺烈的年代 又有所谓赤军那些 都很激烈 所以很多时在电影里面 都表达了这些政治上的思想 但是欧洲的程式片 好像艾曼柳那样 就是比较多些 关于两性 就是性别的权利的维权 就是刚才说 虎女的性解放 所以主题上 取向有些不同 是的 的确实这部电影 是打着这个 当年这个 妇女解放运动 来拍的一些 其实都是 exploit movie 就是一些 剥削型的电影 那么 你看了之后 觉得 其实是不是真的 这么女性为主呢 你知道 我们今时今日 很多女性电影 在那个年代 这些女性主导的电影 你觉得如何呢 其实如果 以今时今日的眼光来看 当然是有些不足 现在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女性的电影 当然最少就要女导演执道 然后是全部 女人说了事 又或者是完全可以 踢开男人 但是如果看回 这个70年代艾曼柳 虽然是打着 这个妇女性解放的旗号 但是 其实这个剧情 又好像 不算是一个 非常之 女性为主 如果看回剧情 简单来说 就是说 女主角艾曼柳 就是一个外交官的妻子 她 就陪她老公 在泰国那里 后来遇上了 另外一个 男女 其中一个男人 就是一个比较中年 或者老年的白人男性 她就是靠这个男人 就帮她 所谓实行她的性解放 性启蒙 可以说是 如果看回整件事 就是 艾曼柳之所以 真正能够 真正解放到她的性欲 就是因为 透过这位白人 老年的男性的指引 所以感觉上 就是 女性始终要靠白人的男性 去做一个主导的角色 才能够去达成她的目标 至于你说算不算是 怪人头买狗肉 我就见仁见智了 我觉得 可能就需要 看回当时的 写情去做一个分析 因为有时候 我们现在 用今时今日的眼光来看 当然不同 但当时 对于当时的十年代 始终是一个白人 男性为主的社会 而有这些 可能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性 也不能追求到 当时也有现在的突破性的观点 你也说得没错 因为在当时来说 在那个年代 女性还是男性的附属品 作为一个外交官的老婆 感觉上 是像她养的一只金丝雀 但现在这只雀雀飞了出籠 还要到处去尝试一下 不同的做爱的方式 或者跟不同的人去做爱 这个真的是 在当时算是挺划算的 正如刚刚说 在这样的时候 有一套女性 她自己出去 撇开老公自己出去外面 去寻求这个性乐趣的电影 在那个时候也算是挺划算的 那里面也有很多场面的形容 你看了之后 你觉得有什么场面 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呢? 如果大家听我们说 都想知道 没看过这部电影 都想知道这部电影有多积极 有多多精彩的场面 其实这部电影的确是有很多 女性裸露的场面 有些藏上戏 甚至有些强奸戏 但是好像我们刚才说 这部始终是一个唯美的戏 所以很多场戏 都是所谓点到即止 所谓老三点 就算是三点 都只是老阿姆 并没有所谓 大家看惯现在的咸片 即四级片那种感觉 那种味道 不过当然这部电影 都有一个非常难忘的场面 其中一场戏 就是在一个泰国酒吧里面 里面有些泰国的女郎表演 其中一个很特别的表演方法 就是用下面 大家知道下面是什么意思 来吃烟 然后在下面 就可以噴烟 就是一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 但是我后来看一些访问 就是导演受访就说过 他就坚决否认他自己 有执行过这一场戏 不知道是否因为觉得 这些场面的展示 就觉得和他的艺术家身份 好像比较起来 就会有些价格的感觉 所以可能他就不承认 他自己都说是 直到他在戏院看一部电影 才会发现有人加插了这场戏 那这部电影 你有什么场面 有什么镜头 是比较难忘的呢 场面也不是镜头 我就没有什么特别难忘 但是我想说一下 整个整体的电影 是很多正如你刚刚说的 除了有那些做爱的场面 另外他其实有很多偷窥 智慧 亦都在那个时候 有些女同性恋的镜头 你所说的创意吸烟 另外一样也要说一下 就是因为在那个年代 其实还没有互联网 而且旅游不是那么容易的时代 所以这类电影在泰国拍摄 也很有这个聂奇色彩 例如泰拳的描述也很多 再加上因为他们是外交官 在东南亚属于上流社会 所以他们的高级时装 以及有钱人中产阶级 也很发觉 所以我觉得这几样的元素 是很吸引到人 以及吸引到观众 去留心留意这一部电影 是啊 其实这部电影的成功 也吹升了很多作品 包括他自己的艾曼楼系列 后来也拍了很多集 可能你也会再提一下 另外后来 所谓电视电影也有六七集 接着后来美国版也有十几二十集 如果你只是计算一些直播视频 那些戏 已经成为了一个程式片的代名词 另外除了一些官方式的改编之外 也有一些非官方的改编 其中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 叫做黑色艾曼楼 我们谈谈其他那些枯生作物之前 也先谈谈黑色艾曼楼 因为我知道你对这个系列都非常难忘 为什么叫黑色艾曼楼呢 当然艾曼楼是为这个程式片 定了一个高的规格 其实SILVER CRYSTAL 在那时候也是非常红的 他接着拍了一部续集 续集就增加了预算 但是导演就更改了一些 但是其中 如果对很多人来说 在这个续集里面有一场 男女在这个浴场里面按摩 是被誉为整个三部曲续里面 最性感的一个场面 甚至有些人说是有史以来最热烈烈的 情色电影场景之一 这件事就要大家观众去看一看 你认不认同 但当中有一件事就要提一提 在那时候有一个印尼的毛特尔 叫做Laura Jameser 就是负责主要做爱摩斯 即是爱摩斯的主角 他那时候都可以说是突然间一鸣精 因为其实他也是挺漂亮的 身材好的一个毛特尔 所以在拍完这一套之后 可能有被其他的导演看中 就找了他 在第二年就拍了一套叫做 黑色艾曼柳 The Black Avenue 这个导演就和这个三部曲 当然是没关系的 所以他们又很醒目地把艾曼柳 那个字串少一个M字 那就避免了很多这个版权上的问题 其中有一套非常之恶名超章的 就是《艾曼柳在美国》 因为那部电影里面 就说他是一个摄影记者 他就在美国专门探索一些 授胶和展示真实杀人场面的暴力电影 他深入苦语里面 当然利用他的身体去处理 找这些题材 找这些证据去报道出来 所以这些是一些 都挺剥削型电影的点范 这套美国 《艾曼柳在美国》 也都令到这一位女星 《艾曼柳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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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曼柳》 又或者是在日本 即是在日本有个 《艾曼柳夫人》 甚至我们在香港 都不少得 有出过这一部 叫做《香港艾曼柳》 就是在1977年推出的 这部电影 我想我们都可能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当然要 这部电影 其实那个主演 可能大家都熟悉 她就是 女主角 就是这个迪波拉 如果我们 年轻的观众未必认 但是有上年纪的观众 都知道她是哪位 她就是这个 借言的带助 也是我们大家熟悉的 借檸檬的妈妈 她拍这部电影 当然还未结婚 还未生小朋友 另外 男主角 就是这个 已故的《艾视之宝》 刘志荣 以及另外一位 也曾经在《艾视》 做过节目一段长时间的 李道雄 其实 说回这部《香港艾曼铃》 故事当然跟这个 欧洲版完全不同 他就说 迪波拉 显现一个类似太子夜 即雜志四太子夜的角色 周旋于这两个男性之间 即两个男性的朋友 其中一个就是 刘志荣 一个比较有些身份的人 另外就是一个 风流的摄影师 就是这个李道雄 他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床上戏 这个摄影师 就经常跟他有些无特意 就是发生一些关系 甚至是把这个迪波拉 迷上迷住了 但当然 最后就撥乱反正 最后就结果 由这个 刘志荣 将他点醒 迪波拉 听你这样说完之后 原本《艾曼铃》电影 就跟女性的性解放有些关系 但这套听起来 好像跟性解放没什么关系 是的 主题上 其实基本上 差不多可以说是背道而辞 刚才我们大家都说了 原本《艾曼铃》就是说妇女如何去争取主导权 在性方面 但是这个香港版本就不同了 其实整体上 那个价值观 其实是非常保留 中国人传统的伦理道德观 尤其是结局 就是刘志荣 就是要点醒这个迪波拉 就是告诉他 就是要注重这个 传统女性的美德 这个三重四德 所以整部剧是比较奇怪的 就是这一方面 就是不停展示 那些女性的同体 就是庞上戏 另一方面 到最后有意 是一个教化式的结局 就是感觉上 有些少少 都是粤语长片那种 是的 其实你看完《艾曼铃》 你看完《艾曼铃》 就准突显到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了 又或者可以说 当时的香港 就是他们 保守得来 又有色彩的心态 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 就有少少表现出来 有少少感觉 就是一边在看鹹片 又一边在批评鹹片 就是荼毒女性 我觉得东西方 对这个剥削型电影的取写 都是有他们各事的特色 大家不妨去看看 究竟《艾曼铃》有没有露点 又或者露了些什么 我相信大家观众听完之后 都可能有点兴趣 但另外一件事我也想说 其实艾曼铃电影 就是程式电影里面的一个典范 可以这么说 其实它在文化上 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因为基本上可以说 在美国差不多是由它开始 主流对这个程式电影的接受程度是增加了 正如刚刚说 以前你去看这些X级的电影的话 你要去一些特别的电影 例如香港走到油麻地 或秀茂萍那里 一进去人家就知道 你是黑色白虎的 看鹹片 所以一般的观众 或者一些女性 很少会去接触这些电影 但因为这一套是打着艺术片旗号 亦都是在主流的电影院 艺术电影院 和近处中产阶级的社区里面 有得看的话 所以令到很多人有机会去看 亦都增加了一般观众 对这类电影的接受度 另外亦都是一个 可以说是 配合当时的一个色情时尚的运动 为什么呢 那是在70年代来说 这个其实是推动了 这个 鹹片和艺术电影的界线 无法的运动 正如刚刚说 强奸 这类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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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不是像 深喉一类 这么硬桥硬马的 性爱场面 但是 它这个意识形态上 其实是 去得很尽 正如刚刚说 强奸 偷窥 很多 售交 很多这类型的题材 都会涉及得到 虽然不是很具体的 虽然 镜头会点到即止 但是 意识形态上来说 其实是 在那个年代 在那个时候 去得很尽 还有 我觉得 可以说 是过了一个 那个阶段之后 的电影 也都没办法再 像那个年代 去讲回 这些题材 用他们这种 剥削型的方法 去讲 已经是绝响来的了 另外 刚刚也说过 亦都是带领一些 时尚生活 就是 在这个 当时也是 白人为主的 时代 你在这个东南亚地方 生活得 非常之奢华 亦都吸引了很多观众 崇尚这类 rich and famous 的lifestyle 再加上 这个 聂奇式的 镜头 和说 这个 大家不熟悉的地方 有什么 好玩 有什么 黑暗的地方 例如 鸦片烟荡 那类 其实都是 令到很多人 喜欢看 这类型电影的 主要原因 最后说 我觉得 这部电影 对后来 香港90年代 三级片也有很大的影响 好像后来 很多 港产的情细片 都是用他的套路 可能找一些摄影师 好像当年 他也找了 著名的摄影师 何凡 去拍摄这些情细片 那些剧情 亦都是比较 注重违美 不是纯粹 卖弄 这个 女性的裸体 所以我觉得 这部电影 真的对于 往后的影坛 不论你刚才说 美国 又或者香港 日本 各地都有深远的影响 之所以 我们叫它 经典 就是这样的原因 最后 可不可以说一说 其实两个女主角 我想说一下 其实这个 SILVER CRYSTAL 拍完这部电影 这个系列之后 亦都被人定型 就是艾曼柳 所以 某个程度上 他是成为 一个国际明星 但是 某个程度上 亦都局限了 他在演艺事业里面的发展 好像其后 他年纪大些 之后 他也是客串 一些艾曼柳系列 里面 做一个过场的角色 另外 在艾曼柳4 他也是 就是说他出场 然后就说 他整容了 然后变成了另外一个 新一代的艾曼柳 年轻一些的 艾曼柳来 去带领整部电影 所以 在这个情况来说 我想赞一下 迪波拉 因为他虽然在 香港艾曼柳里面 是主角 也在那时候 引起了很多 轰动关注 但是 他这样的做法 成功为他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虽然内容 颇具争议 但是他跟着 在这个演艺事业里面的发展 也是很靠他自己的实力 他除了是演员之外 也是私仪 也做过很多不同类型 所以是非常值得 我们比较一下 好 今个星期就说完了 下个星期就和大家说不同的电影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请帮忙点赞 和分享这些片 或者订阅我们的频道 喜欢声音节目的 就去Apple Podcast 或者Spotify 喜欢文字影评的 就去CineSport.com 电影网站里去看看 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